祝佛 南无十方常住法 南无十方常住身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文殊师利菩萨 南无阿异多菩萨 南无龙树菩萨 南无无浊菩萨 南无阿比辖菩萨 南无宗克巴菩萨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果今见闻得寿辞 燕解如来真实意 下面我们介绍中阴生的投身 就是中阴生怎么投胎的道理 在整个中阴生投胎 当然不外乎几个因素 中阴生为什么会投胎 跟为什么形成中阴生的原因 其实很相类似 我们之前说为什么会形成中阴生 一个就是我爱我执嘛 第二个是我们上二月的心息 但是现在呢中阴生的投胎 他最主要呢离不开颠倒血练 本身有三二月也有五值 可是当下呢投不投胎 还会关系到他当下的心念问题 那我们先分析哦 第一个就是他的原因是颠倒跟妄想啊 就是他的邪念 另外呢他会说明一些 整个投胎的现象里面有几个步骤啊 另外呢也提到他住胎的时间 到最后呢为什么他会投到同类的 当然我们从之前谈到各种烦恼种子就知道吗 你造什么业呢 当然就会成就什么样的果报嘛 你造人的业 当然一定要投到人的世界来 因为人的果报里面所呈现的因果 是我们每一个人自作自受 三二道的众生的因果 也是他们自己自作自受 没有一个人帮你做主宰 不是因为你信了佛教才要相信因果 不是任何不信仰佛教因果还是存在的 在整个动因生里面呢 他的投胎 当然我们后面也会提到呢 所谓的四身问题 胎卵失晃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经文的部分呢 他告诉我们说 倘若将来是胎生的众生 中医生就会在他将受胜的地方 见到和自己同类的友情 因为被他们欢笑细细的 引向所吸引 于是便前往靠近 因此而入胎 中医生在将要入胎的时候 对于父母精血 会产生一种颠倒的妄想跟血液 所以等于说这个是一个现象问题 那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学佛的人 为什么你一定要保持正念 这个正念呢 在你投胎当下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往这西方极乐世界 正念也很重要 西方极乐世界还好啦 他没有所谓的内厌外厌 反正你只要相信弥陀嘛 就可以坚硬死 但是如果你要到多帅内厌的 他就有分啊 多帅天他有分内厌外厌呢 你平常呢很好奇的 很喜欢东看西探的 那你就要小心 很可能呢 你进了外厌 因为他一定要先外厌嘛 外厌之后呢 你就被那些景象所迷住了 你就不会呢 想要继续前进 因为你说哎呀我看一下嘛 我看一下嘛 那你看一下的时候 就有点好多下了啦 就进不去了 因为本身你还有贪着 世间现象的直取性 就会留在外院 在印度佛教室里面 曾经提到呢 中期大政 里面有两位高僧 都是修禅令的高僧 他们两个呢 就说他们要一起去见弥勒菩萨 一起修禅令啊 然后一起入定 但是有一个呢 他上了多帅天之后呢 在外厌里面 哇 他看到呢 这些景象是人间所没有的 他只是说哎呀我稍微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而已 结果 人家的另外一个呢 已经见了弥勒菩萨 已经回到人间 但是他呢还没有出地 最后他那个朋友呢 就只好敲银杏啊 把他打出来了 所以打出来之后呢 他就说哎 我还没有见到弥勒菩萨 你怎么会然后叫我回来 他说人家我已经见到弥勒菩萨 又回来了 你干嘛在外面 没有啊我外面很好看 我还没有看完 但是他的直取心 还没有断继 所以我们在讲投胎的时候 颠倒妄念 其实跟我们平常的心念之主也有关系 所以他现在呢提到说 他会看到父母的经许就产生颠倒妄念 这是一个投胎里面的第一个重要的要素 他说在父母还没有洗衣邪行之行 之前一切的情景就像处在梦幻之中 当见到父母开始洗衣邪行时 中医生被心强烈的贪爱 这里面呢 大家看看他投胎的样子 就是说投胎的业力 如果他今天是男胎的 他一定会排斥父亲 接近母亲 如果他是投胎的是不是女胎 他一定呢 是排斥母亲接近父亲 这是我们的杜医生他投胎本身的 第一个因素就是颠倒 颠倒妄念嘛 所以这个颠倒呢 会让他就是异性相吸 所以平常我们说 我们的念头上面 为什么不可以随便乱起 他们就笑说 这个为什么会投胎 那个双胞胎啊 说大概呢 过去很好 但是发现发错了 而且他们两个呢 过去生啊 非常好的夫妻 说啊希望我们呢 生生世世都在一起 但是没有发好 所以下来之后同样都是女生 所以业力千残 但是两个呢 又常常吵尖 可是吵完以后呢 这个也不理他 那个也不理他 可是两个都会很难过 我说这个是业力千残啊 这个难过他也难过 我说你们好好去送弟赞金 因为呢 第一个是放不下 对方放不下对方 彼此放不下 第二个呢 两个之间呢 因为意思就是观念差距很大 个性差距很大 虽然脸像很像 可是个性啊 爱好差距很大 又喜欢争吵 吵 可是呢要离开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就干脆呢 你不要跟我在一起 你去哪里我去哪里 可是每个人 两个人呢都放不下 直取信用很重 所以好几次我就说你不要扫我了 我觉得你们两个好像去忏悔 因为你不忏悔那个业力不能消啊 你这种问题还是重复一直在 在演啊一直在轮回啊 这后来两个一起送地赞金 就发现了好像两个慢慢有比较好 就对对方那种直取心 放不下的心态就会有改善 然后慢慢就会想到 我要活出我自己 我说你这句话呢 你为什么之前没有想 现在才要想 想之前在吵的时候 都很在意对方 制作对方 告诉你 你应该发挥你自己的所长 可是他第一个想 阿姨勒 阿姨勒 你不要想对方吗 想你自己吗 可是慢慢的他发现说 原来呢 每个人个性不一样 因缘不一样 每个人要活自他自己的生命 找出他自己的出入 我说这句话呢 为什么现在才开悟啊 你姐妹那个直取信那么 那么久啊 吵那么久 就是缺乏多送一个地藏经 所以有时候 我们提到呢 这个投胎 当然跟我们的业力 是有关系的 在下面一段 他说一切事例论当中 是说众医生所看到的 是蓝领二根的交合 由于过去多生的业力 一直看到父母心灵时 所引发赤胜的贪欲 在逐渐靠近以后 不再看到父母的身形 只剩下了蓝领的生殖器 或是若是你胎 若是男胎便发分的排斥母亲和父亲交合 若是男胎便验证的将父亲推胎和母亲交合 中医生就这样带着强烈的贪嗔 钻尽良胎 和父亲母血合合而成胎 在这边我们就提到说 在论里面有提到 本身我们一般的凡夫 这个是指一般的凡夫的投胎状况 但是如果是菩萨呢 他是不会这样子投胎的 我们在人间里面 我们发现我们的因缘智慧 福报都差距很大 对不对 那同样到人里面 也有一些 圣血一些菩萨 但是菩萨 菩萨他的投胎 他跟我们就不一样了 我们呢一直在 这个上面都是在讲 我们一般凡夫烦恼 在中医生的时候起的颠倒妄想的时候 所产生的状况 等一下我们再讲 什么时候 菩萨才入胎 像这种一开始的误会期 菩萨是不会入胎的 在父母的灯癌到达最高点的时候 就各自滴出一滴 浓厚的鸡血父母 父亲母血在母胎中互相结合 就像手辱正要凝结时的状态 就在同时中医生陷入其中而结束 中有的阶段 那这样由父亲母血 中医生就是神士 三言合合而成胎的情形 我们称为结生 那由于不派不同 像小乘的说法 只说到第六义士 而没有提到第八欧赖义士 因此基于小乘的说法 这使结生相续的是义士 而不是欧赖义士 这是一个观念上面的问题 我们呢 在我的上面 不是有色受想行事吗 在小乘来说 这个四本身只有到第六义士 可是第六义士呢 它已经涵盖我们深层的义士 所谓的深层义士就涵盖 第七跟第八 等于六七八呢 它是合在一起说的 深层义士就涵盖 第七跟第八 等于六七八呢 它是合在一起说的 大乘呢 大乘呢 它就把这个深层义士里面呢 三个不同的作用 就分开来 在小乘所调来说 它提到第六义士 它已经把我们 整个第六 第七 第八 所有的义士作用 全部含在一起 我们说第六义士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对外在的分别 思考 回忆 都是第六义士嘛 但是第六义士里面呢 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情 每一个人的想法会不一样 跟我们第七莫纳士的职 有没有关系 是有关系的 因为职不一样 本身呢 面对所有现象的看法 当然就不同 但是你在看这个看法当下呢 第六义士本身 它是没有能力储存种子的 你现在能够回忆过去 你现在可以回忆昨天 回忆去年 回忆之前 那是第八欧纳耶士 提供给你的种子 我们呢 有一个活教徒 在诵经 既然有外教的人跟他说 其实 佛教徒是不可以在家里面诵经的 为什么不可以在家里诵经啊 他说 因为你诵经啊 就会引来很多啊 那些众生 然后呢 你诵完经之后呢 他们没有走 因为诵经的人呢 正气比较强 没有 你家里面没有诵经的人呢 正气比较弱 所以那些众生呢 就会找你的家人 这是什么观念呢 个人的因果 个人要福 个人的业力照做 个人是自己本身要负责任的 他说啊 你诵经刚心 因为 金刚心正气很强啊 那你在诵经的当下 那些众生都在听啊 可是呢 因为你没有把他送回去啊 所以那些众生都找你的家人啊 所以你的家人会很倒霉 啊因为呢 你诵经刚心说正气很强 他就不会找你 我就问他 你是哪里听来的观念啊 你佛母的门都没路耶 他都还没有想清楚 为什么在家的幸福 不可以在家里面诵经 那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所有佛教旨通通要改写 因为从佛陀时代 佛陀就教导所有的佛地 只要诵经 这是佛陀教的哦 不是我们中午佛教旨 穿不出来的 那你说哎呀 诵经的时候呢 一定会有这些 看不到的第三度空间的众生 中午你不送经第三度空间的人还是在啊 只是多少而已啊 所以不能想说啊你送经的时候呢 他来听了啊你没你没有送经 然后他就找你的家人 我们用一个世俗的观念来说啊 我现在请客了 我请你们来吃完了 吃完之后 你跟其他的人是没有关系的 你会随便找他们麻烦吗 你会说啊你这些人为什么没有请我 我就是打你 你跟他没有因缘 他是不会 侵犯你的 所以 三二道的众生 尤其鬼道的众生 他跟你没有因缘 他不会不可能侵犯 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人会上身 就是哎 那个去到 这山林野外啦 说海边啦 会那个 那是因为他被你碰到 或者是你自己意气比较不好 去冲到而已 如果你跟他没有因缘 他就绝对不会侵犯你的 我说这个是观念是怎么想的啊 我们的直取跟直取心里面 涵盖很多的邪志邪剑 所以证件很重要 你没有证件的 吸收很多 乖你啊 对你来说 修福修慧都有障碍 这个 在大乘里面 为什么要分析那么细 那为什么小乘呢 就到第六意识 不过 在第六意识里面呢 你重来没有第七第八 第六意识里面 还涵盖有这些作用啊 一样有些作用 他只是没有把它分出来而已 比较为英国的众生 临终以及入胎时 都会听到纷乱 吵杂的音声 看到自己进入 无底仇林之中 若是造善业众生 就会出生在众位的家族当中 临终以及入胎时 都会听到 情境美妙的音声 看到自己登上高阁 宫殿等处 那个是一般呢 比较有善意的人 他投胎的时候 会看到的情况 那住胎里面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很现前 很多母亲嘛 三十八个 七天嘛 你算一算就知道嘛 大概两百五十六天 但是我们说 在这种医生投胎里面 本身 他下面提到说 在生前都是从事一些杀生职责 像 独宰 羊 鸡或贩卖猪肉等等 时候就会赶生地狱 他们 周围一生投胎的情况呢 就像自身一梦中 只看到 许多的羊群 猪群 和眼触奔走 由于生前喜好 杀生的习气 使然 就会前进追捕这些羊猪 但是等到 逼近的时候 这些动物呢 却突然消失不见了 只看到种种地狱的景象 于是 心中生起强烈的称慧 周围一生 就在这时候面去 而受生在地狱当中 其实受生的情况 就是不断的一直念我 把你的力量拉回来 让它最好了 就表示你福德音乐很好 必然呢 听到佛号声音 一定是往生散出 我们不要等到 我们有没有那个福德 而是在 人的当下 我们所有的念头上面的习气 都要断 千千万万不要有恶的习气 因为你所 贪的习气呢 在灵命中时 通通会呈现 尤其是你没有福的因缘 有善之士来帮助你念福的时候 那 在这个同时呢 他提到说 记者论里面 有讲到 除了胎生和卵生之外呢 其的受生方式 有的是贪求乡气 有的则是贪求防射 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施生是因为贪 贪求乡气而受生 化身是因为贪求住处而受生 这是谈到我们 一般的情况 在我们 入胎里面 本身到了五七的时候 才有开始有长肢结 菩萨呢 要到四七 四七的时候 才会入胎 初七呢 就是在母胎的初七 他这个临滑 临滑就是 只是东西 像一团水这样子 应该说像勾芡 勾芡的水这样子 就是临滑 然后到二七呢 这个临滑东西呢 就会像泡 所以有点那个泡泡 就是比较再坚固一点点 到了三七呢 就开始会长软肉 软肉就像 应该说像 比较水 多的果冻 应该像 豆花嘛 因为豆花比较软嘛 果冻比较硬啊 然后到第四七的时候就是尖肉 尖肉就像那个果冻这样哦 它是 它会咬 但是呢 它毕竟比较坚固的 湖上呢 是要到四七这个时候 你开始产生尖肉 就比较坚固的这种肉啊 的时候 它才会下来 所以前面的污秽琴 它通常湖会下来的 就是它投胎的时候 它到四七之后 它才会下来 因为五七就开始赶 手脚了嘛 所以它会到四七的时候 才下来 所以我们说我们在 胎中呢 只要它没有出生 你求菩萨都很有用啊 我们讲一个 我们一个出家法师 她姐姐妈 她是先生之丹 就是独子啊 她又是第一胎 所以刚开始呢 一照的时候是女孩子 那时候 大概才两三个月嘛 那婆婆就说 我跟你说 我会帮你先生 在找老二 她还没有 地胎都还没有生下来 婆婆就跟她下汗 这种 命令啊 所以你知道 她姐姐大概压力很大啊 她就跟她说 你去求官司应付上 因为她担心的是 像这种情况 她在家里面 就是妈妈没有地位啦 问题是这样 结果她求到最后的结果呢 是生了一个非常斯文的男孩子 就是啊 是男的 可是非常的斯文 非常的秀气 就表示说 你看哦 她在胎中里面呢 菩萨怎么帮她换胎 要靠你的前程啊 这真的很有用 所以我们的菩萨里面 有一个是 就是观音送子啦 当然很有用啊 只有你前程 这是我们提到 中医生投胎的情况啊 啊 啊